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产地到上餐桌都能够为地球敬奋巡礼 那么在去年2020绿星奖项首次在法国米其林指南登场了 而目前全世界一共有289间米其林绿星餐厅 而今年台湾也有两间餐厅涌夺了这份荣耀 一个是专精台式手工菜的山海楼 它的绿色之路源自于它对食材的坚持 做菜从农田出发 用自然养殖方式烹煮原生品种 认为好的食材就是好味道的根本 而另外一家则是致力于推广素食的阳明春天 以天然食材健康食阳的角度出发 把有鲜鲜书结合艺术 也让绿色餐饮西式文化发扬获大 远离市区的陈霄隐身在阳明山上 有间全台湾最有气质的蔬食料理餐厅阳明春天 铺满狮子的小静绿意盎然的庭园造景 还能悠闲地坐在露台上泡茶聊天 这么有禅意又有诗意的空间 每个细节都能看出创办人陈建宏的独具奖心 希望让客人在清幽地用餐环境 喝杯好茶再品尝最美味的料理 然而要如何做出好吃的素食 也是经过不断研发 厨师出身的陈建宏对于菜单非常讲究 客人来你要给他一个软味的热汤 先让他全身软火 然后再给他一个漂亮的冷盘 他看得很舒服 要有一个很精致的前菜 让客人让他的五感都先满足 然后再来一个煮菜 我们的招牌就是一个很固定的猴头菇 它是属于植物界最像在吃最有纤维 最像有肉的那种感觉 相较于坊间的素食 大多是化工制品重油重贤 陈建宏希望让客人吃到健康的原型食物 料理手法也得革新 走进厨房看一看 没有大火快炒的景象 也没有剖鼻的油烟味 只有一台蒸烤箱 厨师们把前置作业化繁为简 这一颗大概要光成本20块 贵的原因是 因为它是野生的 然后它营养价值跟香气质地特别好 我们是用在我们的绿星套餐的炖汤里面 还有意大利进口的白松露 要价不菲 加在炖饭里更能增添风味 不只砸重本全用高档食材 也严选天然无能药的蔬菜 让客人吃到美味也吃得安心 好可爱喔 这也是LED种植出来 然后这是欧洲董 然后台湾粽 因为它这也是种在海绵上面的 所以完全看不到有什么土啊 有沙 没有农药 没有中金属 没有大量的感觉 有些这种生菜 它会用硝酸也很重 虽然餐厅在郊区交通不便 但掏客络绎不绝 连平日中午用餐时间都作物学习 脱脱骨我们是制作时间大约三天的时间 那我们先用阳明山的三泉水下去冲泡 去除它的苦涩味跟杂质 然后呢再用主厨特调的酱汁下去腌制 卤制前置作业呢 大概需要大概一天的时间 无菜单料理端上桌 每一道都令人惊艳 摆盘精致 口感从此丰富 视觉和味蕾一次满足 这边的话环境优美啊 吃饭的话不会很压惑感 空间比较舒适 然而过去的陈建宏开婚式餐厅 靠着办喜宴赚了很多钱 为何会转念跑到阳明山上 改做素食呢 原来15年前 有一位智者建议他别再杀生了 这番话让他大彻大悟 一头栽进素食的世界 我知道我想要做一件有使命的事情 就是推广素食 素食本来它就是一个节能减碳 然后吃素人它本身就很洗食嘛 而且在餐桌上面 我们都下了很多工夫 几乎不会让客人 有任何的剩下的食物 强调天然养生 坚持尊重生命 环保永续 符合绿色餐饮的概念 让杨明春天摘下第一件 米其林绿星荣耀 全台只有两家 觉得很意外的一个礼物吧 对就好像这个礼物肯定了我们 那也让我们更加的检视 我们如何把这个素食的推广 如何再把它生根做得更好 同样获得米其林绿星 还有被誉为最美的台菜餐厅 山海楼 日式独栋豪宅 外观营造出1930年代的九楼氛围 古董家具 复古装潢 完全复刻 旧日风华 餐厅一楼 弱大的鱼缸里 澎湖空运来的海产 还活跳跳的 有机蔬菜更是从各地农家精调细选 坚持做菜从农田出发 而非从厨房开始 其实我们一直要想要传达的是说 有机不等于不好吃 我们选用的猪种在于 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如何饲养 它的品种是什么 那我们像我们的黑猪的养猪物 它还得过台湾的神龙奖 还有我们的螃蟹经过药产 检验 我们无药产 我们才敢去使用这一些的 这一些的海鲜 山海楼是永风鱼集团投资的品牌 全部食材都是MIT 然而要留住老台菜的精神 还得让客人吃的健康 从源头就得严格把关 像这一道招牌菜挂炉烧鸡 特别选用台湾原生种 肉质扎实的放山古早鸡 才能完美还原经典的好味道 这一只鸡的本身的特质 因为它的动性够 运动量够 所以它的整个肉的结实度 跟皮下的组织 比较符合当时30年代的鸡的品种 它要先腌制 腌制的时间差不多两天 刚出无的烤鸡 热腾腾香喷喷 师傅一边切皮 鸡油还一边留下来 把烤鸡做成三吃 吃起来皮脆肉嫩 也是老饕的最爱 做台菜30多年的蔡瑞郎 跟着过去大道城知名酒家 同来阁的老师傅学习 找回当时的食谱 重新演绎台式手工菜的精致饮食文化 其实当时的时候 这个有闽南菜 有川菜 它有三个菜系的师傅在里面做 那我们大部分选的其实都是用闽南菜这一切 在跟它学习 一般的台菜把食材煮熟就好 但是老台菜讲究的是手工 师傅进出发 吃饱这一道太平丁玫瑰虾 在海苔上把虾肉 乌鱼籽咸牙蛋黄等食材铺满 一层一层包起来 但还没结束呢 师傅又拿出一个网状物 这是猪网犹 猪里面的一个薄膜也取下来的 所以这以前老师傅用很多 那海若很少看到草的东西 都是手工的东西比较多 就是包 不然就是折 不然就是剝落 前世的周围要花很长的时间 包好后下游锅炸 起锅切开一看 就好像是日本料理中常见的花卷 层层堆叠仿佛盛开的玫瑰花 因此得名 而这里的每道手工菜 都是如此费功好食 那我碰到这个老师傅的时候 开始教我们一些台菜 早期就是三零年代一些台菜 不管你在食材上或是喷条方式 其实台菜不是仅仅说 我们只是把它炒一炒 就可以出来的 在疫情期间推出精致的珍宝盒 延续细腻款待的精神 被誉为台菜最美办手里 不只有红水米糕 还能吃到整只龙虾 让客人外带也能品尝 米其林的好手艺 我们那时候其实客人都进不来 这个疫情的时候 外带的市场还是最主要的 这个要外带回去 第一个客人要觉得好吃 所以我们把它做成龙虾这一些 熏鸡啦 这些鲍鱼这些都是乌鱼籽 都是你不管带走在店内吃 都是没有什么差异性的 搜罗台湾的山珍海味 让山海楼从2019年起 连续三年摘下米其林一星 长期用心培育在地天然食材 永续台湾农业价值 在今年又多了一个绿星肯定 你要做到可以拿绿星 不只是一家餐厅 你所有的整个供应链 你要非常的庞大 对 所以绿星其实 我觉得比一颗星还要难 从产地到餐桌 从菜色到环境 山海楼和养民春天用心证明 品尝美食也能兼顾永续 也展现餐厅如何对友善环境 尽一份心力